美国拜登先前不断在抨击 在抗中的部分一直在打的人权牌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自己国内的种族歧视 依旧难以解决 美国警察其实最近几年 他们都有很大的压力 包括出勤务还有面临一些种族歧视 还有暴力执法的指控 其实也打击了美国警方的士气 现在全美各地据说远警请病假 或者是提早退休的状况都是有增加的 全美各地大约有80万的警力 但是因为先前的一些案子 部分的警察对于非议人士执法过当 也让这些美国的远警 面临了各界的眼里批评 最近美国媒体报道 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遭到警察暴力执法的受害者当中 他特别点名 非议儿童跟青少年就占了很大的比例 所以从报告当中看出 美国的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会有一些种族歧视的倾向呢 调查的数据显示 在六个美国警察局提供的 有关警察暴力执法的这个讯息当中 从2015年到2020年期间 有将近4000名是17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 他们有过这种状况 就是警察的暴力执法 点名当中 2200名的非议男孩 还有将近800名的非议女孩 换言之 非议女孩遭遇警察对他们暴力执法的这个比例 将近20% 相比之下 白人女孩遭到警察暴力对待的比例 只有3% 美国媒体就调查显示 而且大部分 警察暴力执法的起因 居然都是一些小事情 他说 非议青少年大部分 他们都是没有携带武器的 但曾经发生过的案例 你会觉得 是不是美国的警察把小事 划大了呢 像是非议儿童对着店员丢糖果 或者是呢 因为逃课 结果都没想到 受到了警察的暴力执法 成为受害者 美联社呢 在过去的11年里头呢 他们统计这个数字 美国大约发生过3000起 警察对16岁以下 儿童使用暴力的这个数据呢 他们进行分析 就发现呢 警察啊 通常呢 粗暴对待儿童呢 包括了像非议儿童 占的比例都很高 这份报告呢 调查了美国17个州 25个警察局的相关事件 他们就发现呢 警察对儿童最常见的一些暴力的类型 包括像是摔倒跟殴打儿童 还有用枪支 瞄准儿童 以及用电极枪支 击倒儿童等等 那么最近呢 在第76届的联合国大会上呢 古巴就代表62个国家 共同发言 也是讲到有关人权的部分 强调说香港新疆的事物呢 属于中国内政 外界不该干涉 好 反对将人权的问题呢 政治化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就被记者提问到相关的问题 他也表示呢 大陆是坚决反对 借着人权的议题 干涉他国内政 人权不是少数西方国家的专利 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人权理事会 使用人权问题 开展建设性对话 与合作的平台 而不是人为制造矛盾 引发政治对抗的场所 中方坚决反对 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和搞双重标准 反对借人权问题 干涉别国内政 好对年轻人来说 大家使用这个Facebook 可能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哎呀你的照片 怎么就被这个脸书 好像自动辨识出来 然后就可以tag名字了 未来这个功能 可能要关闭消失了 Facebook宣布呢 他们要关掉长期以来呢 饱受批评的人脸辨识系统 而且呢他们要删掉 多达10亿人的脸部扫描资料 Facebook的母公司 最近才改名的 叫做Meta的这间公司呢 他表示啊 最近的这项改变呢 代表着科技史上 人脸辨识使用 最重大的转变 就是呢在社会上 对于人脸辨识技术的 这个定位呢 还是存在着很多疑虑 还有呢就是监管机构 也还在制定明确的法规 来管理相关的这种 人脸辨识的既是使用 Facebook是从2010年开始呢 就已经采用了这种 脸部辨识的技术 会自动的协助 侦测人脸 然后呢建议用户啊 在上传的这些照片啦 或者是影片当中啊 可以呢自动的来标注你的亲朋好友 那么目前的活药用户当中呢 大约有三分之一人啊 都有在用这个功能哦 虽然说后来啦陆续加入了一些限制 改为呢你必须要经过使用者同意 你才能够开启这项功能 但是在隐私权上还是有很大的争议 这一次呢Facebook宣布 他们要关闭人脸的辨识系统呢 舆论反应其实是相当两极的 有一派人认为呢 这对保障用户的隐私 是好的方向 但另一派人认为 这不过是Facebook在丑闻缠身的当下呢 想要用来博取大众好感的一种手段而已 那么美国的网络服务公司雅虎呢 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之后呢 雅虎就发了一篇声明表示说 因为呢跟大陆的商业跟法律的环境呢 觉得越来越有挑战性 所以呢11月1号开始啊 他们就停止了在大陆的服务 至于全球其他地区呢 是并不会受到影响的 这也是最近几个礼拜以来 继微软旗下的LinkedIn 关闭了大陆地区的服务之后呢 第二个宣布撤出大陆的西方科技品牌 那么LinkedIn呢 撤出的原因啊 也是认为呢 大陆的经营环境越来越艰难 规定越来越严格 那么至于雅虎呢 他们是在1998年 进军大陆市场的 2012年呢 跟阿里巴巴就达成了股权回购的协议 虽然说在过去几年以来呢 雅虎已经大幅的减少在大陆地区的服务 不过呢 像是一些外语新闻啦 气象预报等等的页面 一直都有在运行 那么雅虎强调呢 还是会致力的维护用户的权益 以及自由开放的网络 倒是美国的联邦传播委员会呢 在上个礼拜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理由呢 决定啊又要对中国开刀了 要吊销 中国电信美洲子公司在美国的214张牌照 那么大陆的国务院工业跟资讯化部呢 他表示 针对呢 这项事件的声明啊 是坚决反对的 这一项声明指出呢 中国电信美洲子公司啊 在美国已经运营了将近20年 一直以来呢 都是遵守着美国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要求 而且呢 也按照了商业化的原则 提供美国的客户许多优质的服务 那么这一次呢 美国也没有列出具体违法的事件的情况之下呢 只凭主观的揣测 就要吊销中国电信的这个牌照呢 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声明当中也强调 最近几年来呢 美国就不断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滥用国家力量 对大陆的企业进行无理的打压跟制裁 这是严重破坏了国际经贸的规定 大陆方会持续的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大陆企业的政党权益 接下来的国际焦点 我们来到阿富汗 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呢 又发生了这个爆炸事件 就在11月2号 而且呢 依次发生了两起爆炸案 目前得知至少呢 有25人不幸罹难 50多人受伤 塔利班的发言人也证实呢 这个爆炸地点就在军医院的入口处 自从塔利班接掌了阿富汗的政权之后 阿富汗有很多国内的问题 包含了像贫穷 还有呢 粮食不够的饥荒问题 都是越来越严重的 美国CNN记者呢 直击有很多的家庭啊 逼不得已居然卖女儿换钱 好几声枪响伴随着爆炸声与黑烟蔓延到天空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2号在一间军医院附近 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 有目击者指出在医院前门发生了自杀炸弹攻击 随后在不远处也传出枪响 并发生了第二起爆炸 有许多民众是赶紧爬着梯子逃离现场 塔利班内政部表示 已经出动安全部队到现场 也有很多伤者被陆续送到医院 目前还没有组织宣传犯案 不过有当地媒体指出 有部分ISIS武装分子进入到医院 与驻守的塔利班人员发生交火 阿富汗自从变天后内部动荡不安 美国CNN更是直击当地卖员 换钱如同家常便饭 这名九岁女童的父亲说 自从塔利班掌权后 来自国际的援助中断加上失业 让他无法养活八名家人 只好以六万台币把女儿卖给一名 五十五岁满是白胡子的大叔 尽管女童掩面哭泣 甚至是抗拒后退 依旧是徒劳无垢 人权团体报告指出 这样的事件在当地越来越普遍 塔利班发言人则回应 会展开分发食物计划 杜绝卖女儿情况已再发生 记者 刘育者报道 那么塔利班的组织 最近还有一项最新的宣布 就是说禁止在阿富汗 使用外国货币 这声明当中点出 他说阿富汗的经济情势 还有国家利益 需要所有阿富汗人的努力 所以在每天交易当中 必须要求都只能使用阿富汗货币 那么目前阿富汗的经济局势 的确相当的严峻 刚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了 有一些家庭要卖女儿来换食物换钱 现在现金短缺 还面临着饥荒 粮食不够 还有移民危机 现在还是得要依靠国际组织的援助 否则阿富汗可能随时再陷入动荡 那么目前阿富汗的市场 先前其实大量使用 因为美军来了 用很多的美元 但是现在塔利班就要求了 把先前阿富汗政府 被推翻之后 一直冻结的中央银行 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存底 呼吁美国应该要给予解冻 日前像是欧盟 美国日本等等的国家都宣布对阿富汗要进行人道援助 不过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都还是拒绝承认阿富汗塔利班的政权 只是国际上外交上有争议 恐怕有时候也会引发一些纷争的 像是潜见合约 还记得吗 法国跟澳洲讲了好几个月 潜见合约当时不是撕破脸吗 这笔订单就没签成了 结果没想到居然还有续集 就在G20开会之后 这个领导人跟领导人有机会会面了 见面三分情 坐下来听你怎么说 美国跟法国居然和好了 而且居然是上演了大和解 还点名说原来从头到尾都是澳洲在说话 拜登就坦诚说 美国政府在处理跟澳洲英国 他们不是拉帮结派成立一个 AUKUS的这个做法不原容 那在潜见合约的部分 当时本来是澳洲要跟法国买潜见 那么后来澳洲就转而跟美国买了 拜登就告诉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说 我的印象当中是法国很久以前就有跟我说 你们的这个潜见交易要取消啊 所以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你没有被告知 那马克宏就做出回应了 法国跟美国会努力的修补关系 向前看很重要 好外界解读法国美国上演了大和解 马克宏呢同时就对澳洲开炮了 他觉得呢澳洲总理Morrison 在撤销潜见合约的方面呢 从头到尾都在对着法国说谎 澳洲的雪梨先驱晨报呢 在11月2号啊就有一篇评论呢 开头就引用了孙子兵法来形容说 这个潜见合约的危机就是呢 兵者鬼道也 好这篇文章呢点名说 澳洲的总理Morrison呢 他现在啊处于一种不愉快的境界 因为呢他被指称说欺骗了自己的盟友 好欺骗的包谁呢 美国也骗 然后呢法国也骗 好文章同时写到了 跟两个国家发生公开的冲突 这是一场政治外交的灾难 对于澳洲总理Morrison 他个人的信誉 还有呢政治地位 以及澳洲的信誉 都是有所损害的 那引用兵者鬼道也 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这是兵家啊 三个层次的战术哲学 第一层就是炸 就是欺骗对方 欺瞒对方就是呢 不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迷惑对方或者是 隐藏自己的意图 达到兵不厌诈的作用 澳洲媒体呢 显然就是在批评Morrison 缺乏外交智慧 结果搞得自己呢 现在所作所为 就贪在呢 镜头前成为了 聚光灯下的老鼠 那么澳大利亚的战略政策研究所的 詹宁斯表示 他说呢 如果澳洲的政策看上去呢 有一点粗糟烂糟 那是因为呢 澳洲很久都没有在外交功 外交能力上下功夫了 获得了外交智慧 远比浅健便宜的多吧 但是呢 如果澳洲还自己认为呢 外交的技能够好的话 那只是澳洲自己在 自欺其人罢了 好 法国 澳洲 浅健均购问题 外交 这个纷争呢 至今未解 而且越演越烈 马克宏呢 跟Morrison 隔空持续在互呛 法国的驻澳大使提博呢 在3号就表示 澳洲突然间取消 与巴黎当局达成的 浅健合约 完全是故意的欺骗行为 他甚至啊 又再次的形容 澳洲就是在背后捅刀 这些词 是有意义的 而且因为 因为它有更多 在线 比较 比较 在导致 因为它是 一共同意义 上的缘子 盖上 扫出了 的线 高级 高级 草的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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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 词词 词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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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說到的軍事武器 還有軍事防禦的部分 最近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跟國防部高層開會的時候 他就提到了 接下來要著重於發展俄羅斯的無人機 尤其是要加強利用人工AI的智慧 好 普丁就說了 最近幾年在這些區域衝突當中發現 很多恐怖分子 他們已經沒有自己來了 他們都是靠著無人機來進行攻擊 所以被證明這是有效 而且非常危險的一種 國際之間的攻擊武器 那麼普丁就指出了 目前的俄羅斯軍方 可以使用的無人機超過了2000部 但是還有更多項目要來推動 尤其是要加強利用人工智慧 以及先進的科技來配合 而且俄國現在也已經研發 針對無人機的防禦方式 而且已經開始有效的運用 普丁表示 執政20年來 他不斷的在強化俄羅斯的軍事力量 在發展無人機 是目前最重要的一個項目 還有目前在研發 集音速飛彈方面 俄羅斯表示說 他們也處在領先的地位 好 這種很難追蹤 很難攔截的武器 勢必會讓敵對國家 倍感威脅 好 俄羅斯總統普丁 點名的會不會就是美國呢 美國總統拜登啊 在聯合國的氣候峰會 最後一天發表談話的時候呢 又談到了這個外界 關注的一個議題 首度證實了 未來中美領導人 真的會有一場視訊會議 習拜會是確定了 接下來呢 他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會舉行一場線上峰會 我認為 我看著中國 I don't anticipate there will be a need for to be there'll be physical conflict but you know as you've heard me say this before my dad had an expression he said the only conflict worse the one that's intended is one that's unintended one that's unintended and so in my meetings with him virtually coming up when we haven't set the exact date yet I want to make sure there's no misunderstanding it's competition not conflict 好一直在打抗中牌的这个拜登呢 是否也感受到了美国在经济压力之下呢 也必须要跟中国好好的坐下来谈 那么接下来呢有关于美军呢 从阿富汗这个仓皇的撤退之后呢 塔利班很火速的接掌了政权 没想到呢这也引发了 其实呢在美国啊有很多退休军官 他们心理健康上引发了关注 白宫最近呢就宣布了一下 针对呢美国的现役还有退役军人的 轻生预防战略到底美国发生什么事呢 拜登提到啊在美国平均呢 每一天呢会有17名的退伍军人 轻生死亡而且呢就在自己的家里头 美国的五角大厦呢最新有一份报告显示 从2021年的4月初4到6月的时候 一共有139名的军人轻生 其中呢99人是现役军人 14位是预备役的军人 另外呢26位呢是国民警卫队的成员 美军因为轻生死亡的人数 甚至是COVID-19确诊死亡人数的两倍之多 他是指呢在这段时间期间之内的 美国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就表示了 有一位呢是负责轻生预防的主任 马修米勒 他说呢塔利班迅速接管阿富汗 这项消息曝光之后呢 也让那些呢原本就有轻生想法的退伍军人 造成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美国的退伍军人事务部表示呢 就在8月16号 当时是阿富汗的喀布尔被塔利班占领之后的第二天 退伍军人危机热线 他们说他们接到的这个电话数量呢 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 而美国呢在20年来啊 投入了2兆美元将近2500名美军在阿富汗丧生 塔利班的这个火速的掌权啊 让许多美国的退伍军人觉得相当的沮丧 美国战时同盟协会主席泽勒 他就质疑说 我们在阿富汗失去的战友们 他们到底是为什么牺牲的 可以感受到美国呢 自己也有很多包含了 像是人权种族的问题啦 经济的问题啦 还有美国退伍军人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等等 那么最近呢 还有一篇的这个新闻啊 也被形容为核弹籍的爆料 就是呢 中国大陆的网球女将彭帅呢 深夜在微博自己爆料说 7年前曾经跟大他40岁的前副总理张高丽 发生了不轮 两三年前呢 又被对方带到家里头 据说老婆还在门外把风 再一次呢 发生了关系 签字文控诉 立刻在网路炸锅 大陆女网名将彭帅深夜在微博自爆 7年前曾与大他40岁 大陆前副总理张高丽 发生不轮 彭帅一开头就自成虚伪不堪 是个坏女孩 两三年前张高丽退休后 和妻子康杰一起打完球后 带彭帅回家 两人在房内发生性行为 妻子还在外帮守着 但这其实不是第一次 文中再报 早在七年前 张鹏两人就已经发生婚外情 张高丽升常委后 人就消失 二度玩玩就不要 签字控诉立刻在网路炸开了锅 因为有自己的想法比较有主见 可能可能从小就是吧 彭帅今年三十五岁 个性敢怒敢言 曾和网球一姐谢淑薇搭档 海家组合在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接连拿下温网发网双打冠军 近年受伤势所苦 目前排名已落到一百八十九位 三年前因为爆发强体能教练 与谢淑薇撕破脸 终结二十年友情 如今再报遭副总理使乱肿气 尽管彭帅被微博 火速列为敏感字 账号贴文影片全不见 却已为政坛体坛投下国家级核弹 记者综合报道 支持中天三步骤 每天根本这样做 请您在中天所有影片的下方 先按赞再留言 为别人的正面留言按赞 然后分享连结出去 每天做好支持中天三步骤 一起成为监督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新闻焦点 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 在10月28号的时候 官网先发了这么样一个公告 针对中国的普惠制原产地证明办法 从下个月开始 要停止签发往欧盟 英国加拿大等23个国家 这等于是间接证实了 欧盟等32国 已经取消了中国大陆的贸易优惠待遇 而这个普惠制指的就是普遍优惠制度 是发达中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 非互惠性的这种优惠关税制度 这个专税制度比最惠国待遇 还有更进一步的关税减免 只是加拿大的约克大学副教授 沈荣欣就表示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 也就是说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报道当中也坦言 一旦中国大陆被视为非发展中的国家 出口将可能面临较高关税 还有其他的优惠被取消 在电子商务公司Amazon 他们现在在寻求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一个批准 打算明年往太空发展 又有一个最新的宣告 明年年底希望可以发射 还有营运两枚圆形的网路卫星 要跟SpaceX公司的星链计划来抗衡 那么Amazon之前就已经承诺了 他们透过古博计划 斥资至少100亿美元 要来打造3236颗的卫星 要来进行测试跟发射 这个目标是要向更多地区的消费者 跟企业提供高容量 还有低延迟的宽频通讯的服务 那么Amazon的创办人Bezos 还有SpaceX的创办人马斯克 一直在民间航太的这个产业当中 相互的竞争 先前NASA就把这个登月计划 29亿美元的这个合约 交给了SpaceX Bezos公司 蓝元公司提出的这个意义 那么Amazon也频频指控说 马斯克无视政府的各项规定 对于其他的竞争者是不公平 看来呢这两位大富翁的战争 恐怕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好再来呢美国的疾控中心 还有预防中心CDC的顾问呢 一致认同允许5到11岁的儿童 接种BNT疫苗 而且呢最快在3号就可以开打了 聊天室来跟大家做个互动 不晓得大家都打到疫苗了吗 现在打到第几剂了呢 来告诉我你打了几剂的疫苗 加1告诉我你第一剂打什么 加2第二剂打什么 有没有人打到第三剂的帮我加3 告诉我你第三剂打什么 是否打的都是一样的疫苗 还是有混打呢 加4的朋友就是一剂都还没有打过 现在呢美国的白宫是强调 美国的儿童BNT的疫苗量是足够的 全美2800万名这个年龄层的小朋友 都可以打疫苗 儿童的福音来了 美国CDC顾问团2号一致同意 支持5到11岁的儿童 接种BNT疫苗 而且通过后不到几个小时 最快3号就能开始施打 接种BNT最大风险就是 好发于年轻男性的罕见新肌炎 但CDC顾问评估儿童打疫苗 还是力大于弊 因此决定放行橘色瓶盖的儿童BNT疫苗 剂量是成人的三分之一 打两剂BNT共10为客 白宫还挂保证疫苗剂量绝对够让全美 2800万名5到11岁儿童失大 期盼能降低最近大幅上升的儿童染疫人数 而目前全球开放5至11岁儿童 接种疫苗的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 古巴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如今美国也极力追上 不过全美仍然有不少人认为 染疫后产生的天然抗体 就足以对抗病毒不需要打疫苗 但最新数据显示疫苗更给力 研究发现染疫和疫苗产生的抗体 都能至少维持6个月 但接种疫苗能提供更强大 而且更一致性的免疫力 尤其能有效对抗致命变种病毒 因此专家仍然大力呼吁 染疫康复者还是要打疫苗 记者综合报道